把这个鱼鳞打掉以后呢 把塞去掉 剩下的时候一定看清楚了 咱们先把它的肠切断 咱们通过掏的这种方式 去除这个鱼的内装 你是说肚子还能保持这样一个完整 不是 我们一般都啪啪啪剪开吗 清蒸鱼最重要的就是鱼的完整 那怎么弄出来那么一小缝 现在咱们这一刀呢 主要是把它的肚子里的肠子切断 就是最后靠近肛门的根部的位置切断它 取出家里边最常用的筷子 筷子 从嘴这儿入 没错 你看这个鱼 它的牙齿 哇 好尖诶 看到 非常的尖诶 特别硬 你摸摸 我戒着呢 好了 嘴的位置 把筷子插入 这挺抖 你要干嘛呢 看到 直接插到它的肚子里边 从这儿出来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旋转 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它就可以把它在肚子里的内脏 去除了完完整整 我没进过这个方式 从来都是抛开啊 对 好 咱们就是这样轻轻的搅动 看看 旋转在里面 看到 已经带出来了 看到什么了 这是肠子是吗 真的 内脏就完全都取出来了 很方便 而且你看到 虎胆是完整的 你很轻松的就把这个鱼糖 清理得干干净净